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长长乾坤 回事烟子 无人闻 一阵荒凉 几缕缘魂 雨滴吹来 心事沉 白首共鸣 红梅体恨 英雄遍地 踏成魂 老了情深 忘了归城 雨滴吹来 心事沉 白首共鸣 红梅体恨 英雄遍地 踏成魂 老了情深 忘了归城 金子 没错 是金子 我知道为什么你来的时候只有一袋金子 而且我还知道那个白鹅商人给你爹这点金子的来历 也就是从你爹屁股底下做的那个金矿里踩出来的 既然你都知道了 我就告诉你 那金子是白鹅商人带来的 说要跟我爹合作一笔大买卖 还要让我爹利用云南的势力给他些方便 我爹看那金子确实不错 就拿了下来 那些金子是那白鹅商人一个人踩的吗 我问过我爹 他说那金子是和一个叫姜月的合作偷偷踩的 那商人呢就负责卖 顺便找找合作伙伴 也不知道为什么 那商人后来就不见了 我爹呢怕被人骗 于是就去派人找姜月 谁知道姜月也不见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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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位江先生 还真风流 替妓女赎身的单子 还这么仔细地收着 还不止一张呢 什么东西啊 风月无边的东西 没什么价值 没什么价值 它不会藏那么好 拿过来我看看 寻花问柳的证据 替妓女赎身 向阿芳 广州白云山人士 一名书芳 金素红 寻朴村人士 一名书红 书身价五百县大洋 甲方是春月楼 比方是江月 中元 如果说我有一个 惊天的秘密 不想让人知道 你说我应该怎么办 这无非两个可能 一是找个别人 不知道的地方买起来 二是 找个相信的人 托付给他帮着保存 那么愿意花重金 把一个熟悉的妓女 给赎了身 那将意味着什么 这 这 中元 马上带人 我们得去一趟寻朴村 嗯 嗯 我知道你现在非常难受 但是你必须忍住 童医生说了 这阶段要减少用药 这样才会有效果 而且不能做催眠 所以你要忍住 我相信不久 你一定会很快地好起来的 这个时候赶到寻谱那样偏远的地方 已经很晚了 您要再赶回来 那就是深夜了 过不了那么多了 今天我无论如何要找到那个金素红 您不妨让我先去打听打听 您明天再去 你呀 你不知道 这个秘密困扰我太长时间了 我一定要去 书虹 你不认识我了 你是 我是阿坤哪 阿坤 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是书方告诉我的 他不该呀 他有没有 你放心 红剑哪 现在才跟我学武呢 阿弥陀佛 让江月在天之灵保佑他吧 我跟你说 红剑那身世啊 千万不要告诉他真相 千万不要让他再涉足江湖的纷争了 书虹 就是为了这个事 我才来找你的 现在 只有把真相告诉他 才能避免这种 江湖纷争啊 这就是高云飞在云南的行踪 我理不出头绪来 想听听你的高剑 你说他的目的到底何在呢 高大少爷 你还真不容易啊 连这些吃喝拉撒 都搞得清清楚楚 这么详细的行踪 你是怎么搞到手的 那就不需要吴先生操心了 说得对 我是瞎操心了 不过 我总觉得 这件事从头至尾有些蹊跷 如果你说的是真的话 我倒可以让我儿子乘机介入 先旁敲侧机的打听一下 好 那就拜托吴先生了 那这里也请高大少爷抓紧哦 怎么讲 他不是又要你张罗钱财了吗 那些会越陷越深的生财之道 还请高大少爷多多指点呢 吴先生说的 无非是走私银员和贩卖鸦片的事 云飞何尝不想重操旧业 只是他身边的小茶壶很会坏事 一个小茶壶 他能翻江倒海 不能这么说 云飞这人生性多疑 但他偏偏相信这种跟自己身份差距大 却又没有直接利害关系冲突的人 有时候小茶壶依据损人的话 他都会当补药吃鸡 你那个弟弟啊 真是个绝世怪人 不过也未必他没有道路 这样吧 那个小茶壶 我先来想办法除掉他 好 出去 你给我出去 你们都离我远点 你们都是妖魔鬼怪 太太 你已经很久没有吃东西了 这样不行的 是不是粥不好喝不想喝 我不要 我不要 我不要人砍我的脚 我不要人砍我的双脚 没有人砍你的脚 真的 要砍啊 少爷只会砍我的脚 不会砍你的脚的 什么 你的脚也要被人砍了 是谁要砍你的脚啊 他怎么可以随便砍别人的脚呢 你别怕 我可以 我只是随便一说而已 没有人会砍我的脚 也不会砍你的脚 别怕 没事的 吃点东西吧 好不好 听话 安安 再去拿碗粥了 看 他在那呢 简锋 坤叔 你怎么来了 走 马上跟我出去办点事 等等坤叔 我现在走不了 我得照顾太太 现在很要命的 要不改天吧 十万火急 关系到你的身世 要不我不会到这儿来找你的 我的身世 到那儿你就知道了 可云飞少爷走的时候 让我好好照顾太太的 高家的事我管不了 等你知道你的身世 你就会重新审视 你和高云飞的关系 你们找谁 你就是书红吧 我姓金 我们村里的人都姓金 你还想隐瞒什么 你叫金肃红 但是很早以前 你卖身的一名叫书红 你到底是什么人 我是一个好奇的人 我只想知道 在十三年前 江月帮你赎身之后 和江月死之前 他交给你什么重要的东西没有 对不起 我不认识你 也不认识什么江月 你一定认错人了吧 放开我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欺负我一个孤寡妇人 你们到底想干什么 我实话告诉你 我们现在在找一个 左轮枪的枪轮子 轮子 还有一个 和这把枪有缘的人 快走 坤叔 你到底要带我去哪里 要找什么人 找你母亲 你别搞了 我母亲在红绣招 对 红绣招的那位 是你的养母书方 你的生母 叫书红 在前面等你 坤叔 你的笑话一点都不好笑 警察 我告诉你 你的生母叫书红 你的生父叫江月 江月 对 怎么会这样呢 怎么不会这样 因为这是个秘密 他有难掩之影 为什么是个秘密 你只有见到你生母书红 由他跟你说好了 走 这都是一些不值钱的东西 没有您说的那个轮子 我问你 你的老相好江月给你的轮子 你到底藏哪儿去了 你最好老老实实地告诉我 你要是不说 别怪我不客气 我这辈子粗鲁野蛮的男人见多了 你这样年纪轻轻就不学好 如此穷凶极恶 你究竟想干什么 说不说 我就算是知道 也不会告诉你 少爷 这女人不经折腾 死了 死了 接着搜 是 少爷 实在是找不着 您瞧这女人家里这么穷 但哪儿像有宝贝吗 二少爷 这是我在枕头底下发现的 有两块银元 还有张药方 少爷要的是左轮枪的轮子 你这药方是干嘛的 红袖招 你一直猜测你的绅士之谜 今天晚上就真相大白了 坤叔 虽然今天要解开我的绅士之谜了 可是我一点都高兴不起来 我心里感觉怪怪的 是啊 一个人长这么大 突然间颠覆了绅士 换了我 我也想不明白呀 不过 等你们母子见面之后 咱们再 想想办法 走吧 坤叔 这大晚上的门怎么会敞开着呢 不会出事吧 快 树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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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树红 这真的是我的琴声梦境吗 是啊 死不会炫养的 死不会炫养的 这是谁干的 树红一个人 过着清静的生活 他不会从外面 热来杀神之祸的 这东西翻得这么乱 锦锋 他们是不是在找什么东西 他们找什么呢 我今天上午来的时候 树红说他身体不好 让我烧着东西给你 他说 那是你小时候 最喜欢的东西 我小时候最喜欢的东西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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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小时候最爱玩的玩具 怎么会在这里 陀螺 难道这一切 都是真的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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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 啊 我 啊 nove 穷 conservative 支持 江头 高 funds 澤 我在这里 已经恭候多实了 啊 原来是吴公子 呃 这里离执法队不远 你就不怕越界执法吗 而且像你这样 每天带着几个滇军 到处的攻报私仇 如果让你们的司令知道了 会不会杀一井百 恐怕你要失望了 这一次 我不是报私仇 而是攻干 高云飞 你去云南了是吧 你带了一队人又挖又找是吧 你竟然敢在太岁头上动土 动我们滇军的风水 我奉了杨司令和师长的命令 抓捕在昆明为非作呆 逃回广州的不法商人高云飞 军政府无权干涉 上 谁敢反抗 就地正法 少爷 朱元 朱公子 你现在要抓的是我 你能不能把我手下的人放了呢 让开 朱元 你们先走 少爷 走 好 吴公子 现在就带我去见见你们师长吧 孩子 你要是难受 委屈 就哭出来吧 别憋着 男儿有泪 不轻痰 只因味道 伤心事 我真不知道现在自己的感觉 到底算不算难过 长那么大了 突然冒出来一个亲妈 我原本带着很多好奇疑问 想去见他 可到最后 见到的却是一个死去的陌生人 我真不知道现在的感觉是什么 不错 你说得很对 孩子 真是太难为你了 面对这一切 你一定会问 我们为什么要隐瞒你呢 我想 其中自有他的道理 记着孩子 在这个世界上 只有你的亲人 才会设身处地地为你照相啊 我想他们这么做 一定是为你好啊 看到这个小时候 我最喜欢的玩具 总觉得它跟我的命运 有什么联系 如今时而复得了 可有些事情 过去就不会再回来 我心里有好多疑问 坤叔 你能告诉我吗 我真的想知道 我的亲生父亲到底是谁 什么 云飞被滇军带走了 我们刚一回城就遭到了埋伏 我看他们肯定是有备而来的 这个师长跟云飞有仇 这是借刀杀人 我看也是 那个副馆就是吴月白的儿子 肯定是借着滇军的旗号 给罗家寻仇来的 对了 中原 这么晚了 你们到城外去干什么 这个 怎么 中原 你现在也学会瞒我了 不敢 不敢 嗨 我怎么敢瞒这大少爷您呢 我谅你也不敢 是是 说 二少爷让我收拾新宅 江家堆放的旧物 找出江月给一个妓女赎身的文器 二少爷一时兴起 就带我们去巡谱找这个女人 巡谱 是啊 远着呢 还真找着了 二少爷就追问那个女人 江月还给过她什么东西 还让我们搜 好像就吃准了那个女人手里 一定有好东西 谁知道那个女人呢 是死活不承认 我们也没搜着 这结果 二少爷一失手 就把那女的给弄死了 把女的给弄死了 是啊 那你们搜我什么了 没有啊 什么都没搜着啊 反正我觉得二少爷这几天怪怪的 他老是摸着他那把来路不明的左轮枪 左轮枪 电军宝云飞带往哪了 城里还是城外 城外 带往军营的方向 大少爷 是咱们自己救啊 还是明天找人呢 我们家地想法让你逃回来 这意思不是明摆着吗 自然是要我去救他 不会吧 我还以为你把我抓来是要交给你老爹的 没想到你把我抓到方师长这儿来邀功行赏了 你现在是陈孝和的朋友 我要送到我爹那儿 岂不是给他添麻烦呢 再说了 我们师长可一直很牵挂你 我刚才忘了感谢你了 把我的手下都给放了 也许我的手下现在已经告诉我的大哥 他们带着人正过来救我呢 你别得意的太早 你以为他们救得了你 救得了救不了暂且不说 不过我觉得你刚才放我手下这事 跟你爹比起来那可是差远了 你还嘴硬啊 你还嘴硬啊 看见那个了吗 那个鞭子 还有加了粗盐的辣椒水 可我必须等我们师长来了 才能让你好好享受 好好舒服舒服 师长 高少爷 好久不见了 你细皮嫩肉 最近养得不错 落在我们手里 我们可以慢慢的算算 以前的全年旧账了 嗯 爹 你有必要这样吗 嗯 师长 小心高云飞的兄弟来救他 好啊 等他老大来了 我一起抓 哈哈哈哈 你笑什么 我在笑堂堂的一个大师长 真是没有眼光啊 我送上门的一笔大财富 你都不想要 你想不想知道 我为什么要冒险去云南一趟 而且要在你太岁爷头上动土呢 就是啊爹 高老板是做大生意的人 你就听听他到底想讲什么吗 好 我这回冒险去云南 到了你的老家 我探明白了 在你的地盘上 有一笔巨大的暗藏着的财富 怎么样方师长 有没有兴趣跟我高云飞一起把它挖出来啊 师长别听他了 有这种好事 他肯让我们赚 如果这件事情在广州 那笔财富我肯定是私吞了 但是今天恰巧在你的脚下 我正在寻找一个有能力的合作伙伴 方师长 你要不要考虑考虑啊 那松榜 师长 怕什么 松了他也跑不了 就是 关于暗财的事嘛 倒是听无数人说过 哼 全是没准信 今天你又提起了 好 我倒要听你说说 如果说动了我 我就做你们的合作伙伴 否则的话 我立马把你给毙了 方师长 何必那么火大呢 我跟你说句实话 我这次去云南 是在你的老家探明了一个贵重金属矿 我打算找一个合作伙伴 一起把这个贵重金属矿给挖出来 就凭你红口白牙这么一说 就想拉我的人马入火 哼 你不觉得有点太儿戏了吗 方师长 你可误会了 你想想我高云飞冒着生命危险跑到云南去 跟当年找你的白鹅无关吗 我说的话在你面前是儿戏吗 我实话告诉你吧 那个矿的位置 但是我的人已经探得差不多了 报告师长 高教授也要见你 让他过来 是 请 方师长 你可以把我阿弟放了吗 嗯 王八蛋 你敢跟我这样说话 你当我这千军万马是假的 方师长 我不想惹事 所以呢 我一没带家丁 二呢 我身上也没带任何家伙 但是你抓了我的阿弟 我总不能做事不管吧 好了大哥 别这么说话 我们可不想有误会 我这儿跟方师长谈得还不错 方师长 我刚才说的那些条件你都知道了 那你是不是觉得 也不应该错过这个良机呢 哼 你让我怎么相信你呢 这样吧 我大哥既然来了 我把他留在这儿待三天 三天之内我要是在矿的这个事情上 给你说不出个所以然 我自己来把他给换回去 你觉得怎么样 哈哈哈哈哈哈 这还差不多 三天之后 我会亲自到玉兰瓷庄 跟你们相谈合作的事 不过 我丑话说在前头 你诚心合作 我全力相助 如果到时候你说不出个子丑银某来 纯粹拿我方某人打马虎眼的话 你这位大哥的性命 可就要留在这里了 哈哈哈哈 不光是他的性命留在这儿 我高云飞的性命也可以留在这儿 嗯 大哥 那就委屈你在这儿待三天了 没事 阿弟啊 我就当做换个地方睡觉 没什么委屈不委屈的 好 狼竹子 你既然知道他这个人的野心 他又是一个翻脸不认人的人 可你偏偏还要救他 哼 就因为他是你的亲弟弟是吗 我存心救他 我存心救他 就不会把他的行动告诉你了 要怪就怪你儿子太聪明了 放了个顾中原回来搬救兵 那换了是你 你不救吗 哼 我已经吃过一次亏了 的确 你这个弟弟十分狡猛 在这个时候突然又抛出一个金矿 去引诱方氏幻 哼哼 即便你不来 他或许也能脱身呢 你现在看出阿弟的厉害了 哼 我早就领教过了 他比你聪明得多呀 对了 你的管家有没有跟你说 他今天晚上要去哪儿吗 说了很奇怪 他说要去洪秀昭 去洪秀昭 嗯 那这样 你先在这儿委屈一下 我不会让你感到有危险 至于你那个狼独子弟弟 对付他 我自有办法 小炸虎 别想这么多了 来吃吧 坤叔 嗯 我只是心里堵得慌 我想我娘 我的身世 除了你和方方妈妈之外 还有谁知道 你就不要再问了 如我好好想一想吧 你总不能连一晚上都不能等吧 我着急呀 嘿 我知道你着急 你看把你困的 今晚好好睡一觉 我明天再来找你 坤叔 我知道你现在的心情 很想知道你以前的一切 但是我和人有约在先 只能由他决定告不告诉你 不过现在事情有了变化 也许有个两全其美的方法 既保证我没有被约 也要让你知道你该知道的往事 真的 快进去吧 好吧 谢谢您的茅花 再见 这臭小子 晚上去哪风流了 没钱上哪儿风流去 怎么风流啊 这么晚还不睡啊 刚刚出了趟远门回来 睡不着啊 出远门了 肯定挣了不少钱 怎么这么兴奋啊 欺负个屁啊 跑到老远一个小渔村 这么多人对付一个老女人 结果什么都被问出来 倒把人给逼死了 小渔村在哪里啊 一个挺冷屁的名字 好像叫什么 对了 寻谱 寻谱 是谁干的 还有谁啊 我们少爷呗 那可真叫一个狠哪 怎么了你啊 怎么会这样 我没事 我没事 高云飞 为什么是你 为什么 你跟我到底是什么缘仇 要逼到我无路可走吗 要逼到我无路可走吗 小渣虎 你在干什么 他 紫云有事吗 他没事 难道你希望他有事啊 小沙虎 你知道你现在的样子很奇怪吗 家里事情现在那么多 你不要老是疯疯癫癫的好跑 我可是把你当成兄弟 自己当成朋友的 你不要老是不珍惜行不行 我指望着你做大事呢 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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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底是我撞上鬼了 还是你故意吓我 有鬼 鬼在缠着你 我不怕鬼 鬼要缠着我 我就缠着你 我们一辈子就这么纠缠着 不离不弃 就算是你折磨我 我也不会折磨你 不离不弃 我折磨你 你 你折磨我 洪秀昭的那位 是你的养我书方 你的生物叫书虹 欺负个屁呀 跑到老远一个小狱村 这么多人对付一个老女人 结果什么都未婚出来 他把人给逼死了 小茶壶 你有什么心事 现在还不回家睡觉呢 我担心太太 得了 得了 太太你就不用担心了 赏钱我一样给你 你记住啊 过两天去榆兴那儿 好 我这就回去睡觉 嗯 嗯 少爷 我们现在就去洪秀昭 我们现在就去洪秀昭 今天天色太晚了 而且我也比较累了 去洪秀昭不用急 跑得了和尚 跑不了庙 咱们改天再去 嗯 你记住 现在不管有什么口风 都不要透露给小茶壶 记住吗 我知道了 记住了 等一下 嗯 本来我想带着剑锋去见书红 由书红说出他们两人之间的关系 可谁知道 天外飞来横祸 书红死于非命 我这人做事不周到 不但没听你的话 还把书红给害了 怎么会这样 怎么会这样 他 书红 他活得好好的 都是我 我不该告诉你他的下落 会不会是高家得到了消息 要杀人灭口 不可能 如果高云飞知道真相 他应该对剑锋下手 他不可能绕道去找书红的呀 这解释不清楚的 就算是屠材害命 也不能这么巧啊 反正我的心 我的心乱死了 阿坤 你说 该怎么办呢 要不 你把真相告诉他 我实在说不出口 我 我好害怕呀 事到如今 咱们得拿个主意呀 我看 你跟他说 这不是上策 我都听你想过 现在有一个人 这个人 以他的资历和身份 能够押住剑锋 使剑锋 不注意干出傻事 我就是为这个事 特意跑来 跟你商量的吗 你 你是说 原来 小茶壶是江月的儿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一年 海藏依旧 那一年 淡了乡愁 残路头 今生的邂逅 要说总都愈愈欢休 那一杯 恩怨情愁 那一杯 善罢甘休 等不及 来世的回眸 回不了 都苦水难受 反复下的海藏依旧 到无尽的疏远情愁 要说从头 苦水难受 你的黑发 黑不到我的白头 你的黑发 黑不到我的白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